我们自己的爱是多么的狭窄 唯有主耶稣的爱才是那真正的爱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这份爱能改变你我的生命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有他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亲爱的朋友们 你愿意因着这份神的爱 来得到这份新的生命吗 朋友们 你们愿意领受这份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吗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下面有请重生堂的传道 邓荣传道来给我们短奖 大家欢迎 刚才这个节目我是看第三遍 但是每一遍都依然的感动 我先喘口气 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 亲爱的牧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晚上好 圣诞快乐 刚才我们欣赏了美好的诗歌 也观看了精彩的节目 相信在这些节目当中 我们都在更多的体会和认识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圣诞快乐的英语是 Merry Christmas 但是这几年呢 一些商家和媒体因为一些原因呢 就把它改写成一个大写的X 后面加MAS 但是大家知道吗 当Christmas这个词 去掉了前半部分Christ 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了 因为Christ就是基督的意思 耶稣基督 圣诞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所以当这个节日 去掉了他真正的主角耶稣 就只剩下了吃喝 购物 度假这些娱乐元素 就像刚才相声里面体现的 同样当我们每一个人 一年一度的在过圣诞节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 圣诞节的真正主角 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 那耶稣是谁呢 为什么他的诞生 成为全世界性的节日 他的诞生今天和我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请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一段话是整本圣经的浓缩 他告诉我们 一 耶稣是谁 神的儿子 二 他为什么要来 因为神爱世人 因为上帝爱我们 所以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三 他来带给我们什么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福音 我们常常听说基督徒传福音 就是这个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因为人人都需要他 耶稣是为你我 每一个人的需要而来的 那你说每个人的需要各不相同啊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三大终极的需要 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就是人 有求善 求知 求生的需要 但是 我们的人生 却同时有三大终极 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 就是 人是有罪的 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死的 当我们看到前面两个舞台剧 相信很多人都有共鸣 夫妻间关系的紧张和痛苦 亲子关系与上一代下一代的隔膜 矛盾 在每个家庭都在上演 当我们组成家庭的时候 都带着爱的渴望 但为什么我们活不出爱的生活呢 因为我们身上的罪性 自我忠心 怒气 苦毒 埋怨 骄傲 愤怒 等等 这些使我们伤人又害己 赌博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罪性 也许你说你没有赌博 但是你也有 你身上的坏毛病 隐僻 各种的罪 使你自己和家人陷入痛苦之中 家庭是这样 整个社会也是一样 人人都在犯罪 人人都在受罪 每一个人都在受别人犯罪带来的苦果 虽然我们有罪性 但是我们的内心 却依然有求善的欲望 喜欢真善美的东西 虽然在人际关系中常常的受伤失望 但是依然有爱的渴望 同时 我们自己每当伤害家人 我们看到我们伤害家人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立志说 我要重新再来 我要不一样 我要做一个有爱的人 所以啊 一方面有爱的渴望 另一方面因着罪性 却无法去爱 这是一个巨大的张力 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 就写到我们这样的状况 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这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真是苦啊 有谁能说自己不是呢 第二人是有限的 为什么今天忧郁症越来越多 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网上流行一个笑话说 今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英文名字 叫什么 压力山大 压力像山一样大 今天生活充满压力 对于明天充满了忧虑 因为人是有限的 看不到明天 不知道今天你的工作 明天是不是还保得住 今天你的婚姻 明天是不是还存在 今天你的健康 明天是不是会起变化 这一切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实在是太少 尤其我们新移民有更深的体会 来到陌生的国家 更加感受自己的有限 人在有限中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压力呀 忧虑呀 对未来的惧怕就都来了 但是在这些有限中 我们却有一个求知的欲望 就是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这样我可以有所预备 所以每个人都在积累更多的知识 积攒更多的财富 扩大人脉关系 想用各样的方式来跨越自己的有限 给未来增加一份安全感 但是每一个人迟早 在他碰壁的时候 在他被生活无情的打击的时候 他会承认人是有限的 自己是有限的 知识财富关系所能换来的是非常有限的 自己不过是时空中一个非常渺小的人 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这样讲说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这是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现状 有谁能说自己不是呢 第三 人是有死的 人过中年 死亡的话题渐渐地浮现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忌讳谈死亡 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到哪里去 而且死亡是这么无情的 把你人生一切的努力和成就都归零了 所以呢 人就拼命地淡化这个话题 好像死亡不存在在生活中 有人欣赏孔子说 未知生 焉知死 好像只要我们专注在今生 死亡就不会来打扰我们 这是一种鸵鸟的态度 其实对死的恐惧是无法被压抑的 老 病 死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看到化妆品和保养品卖得那么好 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你可以青春不老 以前六七十岁才谈养生 现在四十岁的人就开始养生了 那医药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所有的疾病都在年轻化 所以有人说 人啊 前半辈子用命换钱 后半辈子用钱 是吧 买命 是 所以人人都会死 出生入死 生下来就走向死亡 但是人人却都不想死 人的内心有求生的 对永恒的渴望 有谁能说自己不是呢 求善 求知 求生的人 却是有罪 有限 有死的 你是否看清了人生的困境 不管是今天的健康 青春 平顺 财富 工作 娱乐 当碰到这些终极的问题 就像碰上一堵又冷又硬的墙 使你看到人生的真相 不堪一击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解决这些终极的问题 能够自救 我们承认人需要拯救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是谁呢 他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把求善 求知 求生的本能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因着跟这一位 全善 全能 全爱的上帝在一起 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 都得到完全的满足 但是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 人却犯罪堕落 离开了神 从此 我们和上帝 这唯一能够满足 我们需要的源头 隔绝了 造成世世代代人类的困境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虽然人犯罪不要神 但神依然爱世人 来拯救我们 在两千年前 拆派他的儿子耶稣 来到世上 他是无罪的 却在十字架上 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是神 才能担当 人自己无法担当的 无法解决的 罪和死亡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使我们这有罪 有限 有死的人 因着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 成为了有信 有望 有爱的人生 当你接触基督徒 每一位都可以告诉你 很多 他们认识了耶稣 得着了这个新生命 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以后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有一首赞美诗歌唱道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但我知谁牵我手 这是一个基督徒 对于全善 全知 全爱的上帝的 巨大的信赖 就是这个信心的桥梁 使我们这有限的人 接通了上帝 无限的慈爱和丰盛 就像一个浪子 回到父亲的家中 以前的忧虑 惧怕 没有安全感 靠自己 化为今天 因着拥有了耶稣 而平安 喜乐 交托和安全的生命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爱我们 你是否羡慕这样 没有忧虑 平安 信靠的生命呢 有爱就有天堂 刚才一个个感人的见证 在每一个基督徒家庭中 都在发生 因着上帝的爱 进到我们的里面 怒气 骄傲 化为温柔 谦卑 苦毒 化为饶恕 冷漠 恢复热情 指责别人 变为改变自己 抱怨 化为感恩 圣洁 代替了犯罪 这绝不是自我提升 和自我完善 只有耶稣 在十字架上 无条件的大爱 从上帝而来的爱 有这样改变人心的能力 使我们离开犯罪的生命 成了有爱的人 教会中一张张 相亲相爱的笑脸 一个个重拾美好的家庭 一个个生命改变的见证 你也羡慕这样脱离罪 进入爱的生活吗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说 按着定命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是的 人死不是如灯灭 每个人死后 都要站在公义圣洁的 上帝面前来接受审判 或者得救 或者被定罪灭亡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儿子的名 你说 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吗 我自己积德行善 自我提升 我做个好人不行吗 不行 因为人的方法 都是五十步 笑百步 我们刚才讲了 人不能够解决 终极的问题 有陷 有罪 有死的问题 所以人 要回到上帝那里 不能用人 自己所以为的方法 要用神给的方法 上帝给的方法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上帝 因着爱我们 他在两千年前 已经借着 他的儿子耶稣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 白白地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个 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方法 和道路 信的人 就已经是 出死 入生了 因为我们已经 已经提前 通过了 最后的审判 我们今天 得到的这个新生命 就是一个 永恒的生命 死亡 不过是 跨过一扇门 进入到永恒 而当耶稣 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复活 因为耶稣 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对死亡 彻底的战胜 所有信他的人 也都要复活 我们今天 有这样确实的 盼望和把握 因为这是 上帝的应许 如果你参加过 基督徒的葬礼 你就会深深地看到 那与没有盼望的人 有多大的区别 不是永别 绝望的哭号 而是暂时的分离 和在永恒中 与爱我们的上帝 以及我们所爱的人 在一起的盼望 今天 你是否也愿意 得着这个 胜过死亡 由新生 入永生的生命呢 两千年前 耶稣降生在一个 卑微的马槽里 带给全人类 这美好的福音礼物 千千万万的人 接受了这份 从上帝而来的礼物 得到了人生 最美的祝福 在这个圣诞节 你是否也愿意 打开你的心门 让耶稣 降生在你的心中 让你也能得着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呢 现在 让我们来 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请大家低头闭目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知道 你不仅是为全人类而来 你也是为我而来 因为我 也是一个 有罪 有限 有死的人 我也愿意得着 这有信 有爱 有望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朋友 可能今天你是 由亲朋好友带来的 可能你是偶尔收到 单张而来的 但是你知道吗 你今天 2014年的圣诞节 你来到这里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么样多的基督徒 一起度过 这不是偶然的 是上帝的大爱 一直在寻找你 等待你 要把这一份救恩的礼物 来送给你 使你今天 可以活得不一样 使你永恒 有盼望 如果你愿意 接受这一份 救恩的礼物 你愿意脱离 有罪 有限 有死的人生 你愿意经历 刚才做见证的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家中 生命中 所发生的这些 美好的巨大的变化 你也进入 有信 有爱 有望的生命 请你 来把你的手 举起来 向我挥一挥 好 我看见了 举高一点 让我看到 举起来就可以放下了 请你举起手 向我挥一挥 看到了 其实你是向上帝 举起你的手 是让他 让神看到你的敞开的心 继续随时都可以 举起手挥一挥 我们大家各自 还是安静 低头闭目 不要到处看 因为这个时候是神 在每一个人心中 对我们讲话的 一个神圣的 这个时刻 当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就来向我挥一挥手 把这个灯打开 挥一挥手 让我能够看到 也让神能够看到 让他看见你敞开的心 好 我看到了 谢谢 请放下 还有吗 请你继续举手 好 我看到了 后面的 我看到了 旁边的 有看到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一个愿意的心 当你做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 耶稣 上帝的儿子 他就应邀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家庭 和你永恒的命运 但愿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的朋友 都不要错过这人生最美的祝福 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心里有这个感动 就随时来向我挥一挥手 举起来就可以放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继续地等待 虽然我不认识大家每一位 但是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 他借着各样的方式 各样的人 就是要把你带回到上帝的家中 让你也得到这一份充满新生 永生盼望的新生命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心里如果有这样的感动 不要害羞 你把手来举起来 向我挥一挥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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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到了 好 请放下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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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礼物 从上帝而来的救恩的礼物 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伸手 我们要才能够得到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希望在2014年的圣诞节 没有一位在这样美好的福音面前 擦肩而过 又回到自己的家中 依然是靠自己 依然回到有罪 有限有死的生活 愿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 都不要错过 好吗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继续 随时你就把手举起来 让我看到就好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小朋友我也看到了 好 好 还有没有 我们再来最后一次的呼召 还有没有这样受感动的朋友 其实你心里 好 我看到了 其实你心里的这个感动 是从上帝而来的 是你天上的父亲 在这里召唤你 他希望你不要再做一个浪子 要回到天父的家中 这是他在2014年 要送给你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上帝自己和他的救恩 让你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 我们可以来 在这首诗歌声音小一点 声音小一点 好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声音小一点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常常都说 如果我早点认识耶稣 早点接受他就好了 我的人生又不会再走 这么多的弯路 不会再这样的倚靠自己 我早早的认识耶稣 得着这个祝福就好了 所以我们心里 还有感受感动的吗 还有没有 不管你今天是小孩子 是老年人 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耶稣都是为你而来的 因为你也有这样的需要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好 现在我要邀请 现在我要邀请 刚才所有挥过手的朋友 请你们走到台前来 我们一起来为你们祝福 我们也一起来 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 好 请你 如果你刚才 好 请到前面来 我们也有礼物发给你们 好 如果你刚才没有挥手 你现在随时上来都可以 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鼓励一下 刚才如果你没有挥手 但是你今天 你现在你很愿意 你说我现在愿意 老人孩子 所有你刚才没有举手 现在有这个感动的 请不断地走上来 请不断地上来 在这里面向大家赞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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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时可以上来 你随时可以上来 好 面向那边 面向这一边 好 随时可以上来 好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继续上来 我们大家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的掌声 好 我们可以放这首诗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放这首诗歌 我们再来等待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们在这个美好的诗歌中 再来等待大家 你随时有感动 你就随时上来 随时有感动 你继续地走上来 我相信这不是 这不只是教会对你的爱 这更是上帝对你的爱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的等待和鼓励 好不好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随时地 继续地上来 要得着这人生最美的祝福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好 请继续地走上来 你如果现在心里有感动 你刚才没有举手的 请你随时可以上来 我们一起来轻声地唱 我们在唱的过程中 大家依然可以走上来 请 我永远负责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送养的 还有感动的可以继续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求是人们心靠住耶税 还有感动的朋友 身上也要一叉 在圣经中有一个比喻 说一百只羊 有九十九只都已经在主的圈中 但是为了那一只在荒山飘零的羊 耶稣依然去找那一只羊 因为耶稣是好牧人 他不愿意有一只小羊 在他的家门之外 所以今天我们下面还有 你心里有一点感动 但是在犹豫的 我要来代表我们的主耶稣 爱你的天父 来再给我们一点的时间 再给我们一点的时间 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 可以继续地走上来 今天就是你回家的日子 你回到天父的怀抱的日子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好 感谢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我们所有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把心打开接受耶稣的 都是你们今年是最有福气的人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掌声 我们要请我们的 家安教会的主任牧师 周小安牧师 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绝志 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 然后来为大家祝福 然后有礼物发给大家 请周牧师 我们做这个绝志的祷告 目的就是要邀请耶稣 进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开关 当我们把心打开的时候 神他就进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 我打告一句 大家跟着我打告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 在两千年前 拆遣你的儿子耶稣 降世为人 背负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使我的罪可以得赦免 使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使我可以得到永生 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曾经犯罪得罪你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心 求主耶稣现在就住到我心里来 做我的救主 带领我的一生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奉主耶稣的名打告 阿们 现在主耶稣在哪里 在心里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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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在你的心里 在上面也是对的 你没错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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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掌声把荣耀贵给神 也欢迎他们回到神的交 在我们给这些朋友来发礼物的时候呢 请大家呢做一点简短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 同时也进入到主爱的大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认识你们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只要简短的讲你叫什么名字 从国内什么地方来 今天是哪位朋友带你来的 如果你有感动多讲一两句都可以 好 大家好 我今天头一次来到教会 我叫 我叫Summer 今天是 黄芙蓉姐姐 姻缘聚会 然后带我过来 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她 今天我很 情绪有点控制不住 就是因为我在天上的母亲原来是信主的 所以说我想今天应该是她带领我过来的 所以说感谢主 阿们 大家好 我是她的爱人 叫陈伟 也是第一个挺幸运领奖的人 这也可能是 主对我们的一种青睐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吴树生 我来自中国的江苏 我今天是跟 随着那个 喉爽 他们就一家到这 我们全家都来了 我和我的爱人来自北京 我们 这是第一次来到重生教堂 我很感动 我这么 几年来 我认识周牧师 我曾经受周牧师的引导 受过洗衣 我这么多年 在国内好像是 似信非信 思想没有那么坚定 可是我这一次来以后 又重新回到了家里 就这么亲近的感觉 我一定要信奉主 好好的信奉主 感谢上帝 大家好 我叫高苏贤 是西安来的 是我姐姐介绍我过来的 我姐姐叫高苏清 好 谢谢 这是你们的两个孙子 对 我的孙子 我怎么会讲 我从上海来的 我来了两年多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还是 你也要我邻居 再找我来的 我是从中国大连来的 也是刚到苏里来 很荣幸 来到就赶上 咱们家人教会 过圣诞节 我参加这个圣诞这个节呢 反正内心里感到像洗刷了一样 大脑特别清洗 就是真是感谢主的恩典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钟泽宇 这是我儿子钟琪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 我老婆是带我们来的 我老婆是来看她朋友来了 就过来了 她朋友好爽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叫侯一文 这是我先生 马浩明 我们的两个孩子 其实我在上海 我是世家都是基督徒 我的爷爷是传教士 然后来到这里 是因为傅函和金仪的介绍 来到以后感觉非常的亲切 大家也是很热情 像感觉找到了家一样的 所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跟大家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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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上去 感谢赞美主